老女呀 你给她花这么多钱 她凭什么不跟你结婚呀 我哪知道呀 她昨天做了顿饭 我还夸她来着 结果她突然炸了 又给我分手 那你都说什么了 我就说 等今年过年 我那一大家子亲戚都在 一二十号人 到时候让她来 给我们做个年夜饭 好让大家看看 我女朋友多贤惠 我多有面啊 对不对 你这么想倒是没问题 但你好歹面让你装一装啊 我给你嫂子没结婚那会儿 家务全懒 还特意学了她喜欢吃的菜 她考上了好久 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但是你看现在 家里的事还用我动手吗 这垃圾桶就在旁边 你顺手扶一下 能怎么样啊 结婚前挺勤的一个人 结完会怎么能变了个人吃的 你要看不顺眼 你就自己收拾呗 别唠叨我 这都几点了还没做饭 我都快饿死了 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那菜都在厨房里 你自己也可以做呀 自打结了婚 一次厨房都没进过 你去哪儿啊 你不做饭 我去跟哥们一起吃 那嫂子没意见 男人结的婚都会变 他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跟我离婚吧 哥 那个 其实他要给我分手也不止这一个问题 还有彩礼 我俩总谈崩 哎哟 你又不是出不起这个钱 他既然要就痛快给了呗 那么多钱呢 凭什么呀 又翻轴 彩礼都是会带回来的 等结婚之后啊 你就跟他说家里有事 需要用钱 都是一家人 他好意思不帮忙吗 老婆 妈刚跟我打电话 说老家房子漏雨 想把老家房子翻修翻修 可以啊 可你也知道 我爸妈都是农民 手里没那么多钱 我的钱也都纯银行定期了 我想 要不你先把财力拿出来 给我妈妈用一下 需要这么多呀 哎 既然要修 肯定要修得好一点吧 人家好多子女都在村里给父母开新房子了 我要是连翻修都不好好修 那是不是太不孝了 那好吧 啥时候有空了 咱俩一起去把钱给爸妈送过去 哥 你还真点醒我了 不过 你说要结了婚以后 太晚几年生孩子怎么办呀 能现在网上见着这种不良风气 哎呀 这种情况呀 你得顺着他说 你就说 哎 巧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这么想呀 你说我娶他 不就是为了让他给我生孩子吗 说两句好话 又不要成本 等结了婚 自然有家里的长辈去催他 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大姨喝茶 淘宝 你看你们俩住这么大的屋子 每个孩子在家 一点人气都没有 多冷清啊 大姨 我们俩这才结婚半年 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 等你变成高龄财富 那生下的孩子 能健康吗 能聪明吗 是 你看看你这房子 你怎么也不帮我说句话呀 不是说好了再等两年吗 我现在这工作正好呢 我还想多攒点钱呢 那是我亲大姨 那是长辈 我能说什么呀 我倒是觉得你最近脾气越来越渐长了 怎么对我家里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他要是坚持不省 你别说我家里人了 那他家里人也不同意 是不是 那得撞到什么时候呀 等他有了你的孩子之后呀 生米煮成熟饭 他彻底被困住了 到时候你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嫂子别阴阴阴 我哥他喝多了 行酒行酒 要不是他喝多了 我还听不到这些肺腑之言呢 我可没喝多啊 不用怕他 我这说了怎么着 你能拿过什么呀 别说了 你能给我离婚吗 别说了 我当初财力可是给了你十八万吧 十八万吧 这钱放到现在我会怎么样啊 别说了 干什么你 疯了吧 酒醒了吗 没醒的话我再帮你回忆回忆 那彩礼钱 我早就一分不少地转给你家旧房子了 结婚这么久 我还真没看出来原来你演技这么好 不仅在我身上算尽了这么久 还能帮别人倒戏是吧 你还打什么工啊 去做演员吧 明年奥斯卡 没有你我都不看 豆豆 豆豆我 以后没人再陪你演戏了 咱们明早 明争局见 豆豆 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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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